3月24日,千年古刹,中国松山少林寺,藏金阁修山落成大地,在少林寺常驻院隆重举行,内藏古籍三万余册 史料记载,少林寺藏金阁又称法堂,史建一元,治政年间,明清时期多次修山,后悔于1928年大火,1992年按旧制开始重修 十个二十余年,由于藏金阁内,梁柱是木制结构,遭重与迫害严重 少林寺于2018年5月重修,经历近一年修山后,呈十方善心之力,藏金阁再度重徽 于24日,以北宋、开宝藏等佛门圣堡,迎接十方客 据悉此次藏金阁修山工作,少林寺多次征询古建专家建议,在原有极建基础上 选取优质木料,并采用现代技术,科学防潮防虫 目前,藏金阁部分功能得以恢复,殿内供奉汉白玉卧观音像,中现荣光 据了解,少林寺藏金阁现拥有古籍,总计三万余测,善本1.2万余测 其中原明清版大藏经5480卷 珍贵的古籍还有木刻、少林寺制、清康熙、乐生堂堪刻、说松 以及少林寺的密堂全普等,藏金阁现代图书,则以佛一武术为特色 近年来,少林寺先后编撰出版了 《中国佛教医药全书》、《中国武术大典》、《禅宗大典》等大型丛书 少林寺的寺院内,所有的殿堂里面 藏金阁的对外宣传、对外交流 它都是一个很好的窗口 一方便是因为它的历史文化领域中口 另外一个,也是受尽有无瑕享受的影响 在大家心中,少林寺藏金阁是这个无上的武学宝库 为庆祝,少林寺藏金阁修缠落成 少林寺还同期举办了《法藏少林佛经大展》 展品包含北宋、开宝藏、青龙藏 及少林寺珍藏历带的《大藏金》版本